就还没到战场来 你让他站起来吧 事情发生在正午时分 老人行走在沿江大道交通银行附近 由于酷暑难耐 突然感到体力不支 他本能的来到飞机动车道 想扶住飞机动车道护栏 支撑身体 不料突然跌倒 头被不足一米高的护栏卡住 无法动弹 当时的老人呢 头部呢 就是牢牢的卡在这个护栏里面 然后呢他的颜色是苍白的 然后意识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们感觉呢 老人的状态非常的危急 路过的市民发现这一情况之后 赶紧出手相助 为了防止烈日晒伤老人 一位女士将自己的遮阳伞 打到了他的头顶上 一位男士则将矿泉水倒在了手上 擦拭老人的头部和身体 给他降温 更有好心路人 为了减轻老人被卡头部的负担 用手拖住了老汉的身体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为了防止老人出现意外 过路群众和民警在简单商量之后 决定展开施救 有的扶头 有的这个抬身体 然后轻轻的把老人呢 就是从这个被卡的这个地方啊 给他给他抬出来了 老人呢 成功剥险 随后赶来的120将老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救治 警方提醒 近日高温频发 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 尽量不要在政务时分外出 以免出现重暑体力不支等危险情况 多优优独播剧场——少女